欢迎回到有话好说 我是季慧荣 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 到底这个如果建户 真的被开两三把 要怎么样用才是最有效 那刚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之外 真的就有创意 包括说怎么样 预防高学理的失业 那我们听到的这样的多的 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就好好来讨论 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小燕 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提前这样半年来做训练 那是不是你会觉得说 大学生都有意愿去做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就去职场的实习 或是提前做很多的一些训练的补助 那大学生在大四的时候即将毕业 会不会说我都很忙 还是他们有意愿来参加 其实普通一般大学的状况是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必修课程就会降低 对所以基本上学生们会有比较空余的时间 可以去做就业的准备 可是我想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学校跟政府还没有做好准备 把这一套系统引进学校 所以是让学生要自己去想办法说 好像我要毕业了 我要自己来准备这些东西 那我想如果能够提前引入学校 而且可以多多鼓励大学生除了寒暑假参加客服 参加营队活动之外 能够实际去这些企业实习打工这些经验 加强自己的附加价值 或者是跟社会连轨的地方 那将来如果大学四年毕业之后 你没有想要再继续升学的话 你就可以快速的了解说 应该怎么样去接触这个社会的真实环境 是确实 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大学 因为有两三百亿 大家就摩拳插掌 准备开一些课程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或者是说他应该要跟这个 所谓的就业媒合应该在一起的 还是说他应该要有一些生活津贴的补助 因为大家就说我就是要赶快就业 尤其是已经失业一年的大专毕业生了 或者是已经失业很久的这些大专毕业生 他可能也没心情去做这样的训练 是不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一个VCR 景气差自费的推广进修学生也缩水 那学分班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减少的比较多 大概减少差不多一成五左右 行政院准备花三百亿 补助找不到工作的大专毕业生 或者是白领失业者 让他们回到学校继续进修 而不少大专院校进修部 也已经开始着手规划课程 准备抢工这块大饼 不过也有学校指出 如果只有补贴学费 失业者生活还是没有着落 吸引力恐怕有限 这些职讯 而且他们对于 full time的这个全部时间 受训的这个学员 都有提供生活津贴 我建议这个政策上 也要提供 类似这种生活津贴的配套措施 另外也有学校建议 这些课程必须配合就业媒合 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要办理这些课程的学校 基本上也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也要拿出你的这个所谓的责任 第一个课程的规划要事务 第二个工作的安排 你要尽一些努力 不少学校认为 免费的进修课程 可以让失业者培养第二专长 提升竞争力 不过人力资源的转型 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才能看得出成效 确实他应该跟就业媒合在一起 但是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人 就是说尤其是已经失业一年的 这些大军生 或是三个月以上 他真的很希望找到工作 那是不是应该要给他 生活津贴的补助 你看法呢 事实上来讲 生活津贴的补助 当然假如说在经费上面 我是认同的 因为他现在正在学习的阶段的话 假如说在生活上可以无语的 他可以充分的学习 认真的学习 那事实上在 这职场就业的实习来讲 事实上学校有 我们像以文化大学来讲 我们推广部有这个导师制度 职业生涯导师 我们也是在这个学生大肆的时候 就跟他们开始接触 给他们一些资讯 甚至我们也跟一些国外企业 比方说欧洲商会等等的一些 媒合来提供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来让学生有机会进入 所谓的跨国企业 那我想 可能不止文化大学 可能很多学校也有类似的一些资源 那同学也可以主动的去寻求 这样的一个协助 那我想可能同学往往 在大学的生活中 也可能忽略了学校提供的这些资源 那我想 假如说能去掌握这些资源的话 可能对自己的未来就也会有帮助 确实 其实我们也来看一下 有潜力的行业是哪些 那到底我们开的课程 应该在哪一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热门的职讯课程 我们看比如说语文 多媒体绘图 彩妆 烹饪 城市的设计 那这些可能都是在职训练 其实它是蛮贵的 你看有到一万四千五的 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彩妆新娘秘书的彩妆 数位游戏的制图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五大热门课程里面 如果两三百亿要做 是不是真的要开这些课程 还是刚刚文人你说的 应该去做那个职场 现在十大的一个职务分析 真的可以分析的出来 我觉得这样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是旧事业 那应该是从市场上提出来的工作机会 去分析里面需要的职能 来训练是最务实的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真的要比较那个 我们2009年潜力的行业 这是104银行所做的一个调查 他们说第一个就是金融投保顾问 这个保险的 这个大家都觉得金融业大家都很害怕 可是它还是是在前面的 还有医疗保健及环境卫生 文教相关业 法律会计 建筑营造不动产 这些工作 那但是我就想说 这个两三百亿 如果要开这些课程 其实这些课程是不是就在学校里面就有了 那我们如果要做这种失业的 让他能够能力升级 是还要开这些课程吗 你觉得 我这边有我们学校也自己做了一个 这个什么课是职场竞争力 或者说什么课是大家最须知若鹜的一个课程 那我这边提出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像财务会计类 行销广告类 经营管理类 然后金融管理的证照 人力资源 这些都是目前在这个我们学习上 同学非常 经济教育 对对对对 而且我也全部都认同 非常非常希望去学习的 那另外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底下 这个艺文创意跟这个书压的课程 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很夯的一个东西 比方说像这个空间设计 美术绘画流行时尚 甚至是一些书压的一些相关的课程 申请您的内容 也是目前来讲 他们很欢迎的东西 那我们在讲说政府补助这个失业就失业 是不是只针对我们刚前者的这个专业 那后者的 因为我们也遇到说企业跟我们要的是 怎么样帮助他的员工克服难关 怎么样激励他的员工 面对这样的挑战跟环境 他有一个生存下去的这个动力 可是听起来 因为这些本来在大学里面 可能就有这样的课程 那如果我们又在这个 所谓的这种两三百亿 又在开这样的课程 是不是要让他培训第二专场 还是说怎么样帮忙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课程才是最重要 所以文人你还是谈一下 因为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大学的课程是 就是一样的 那再开班其实是不是有意思 延续学校的说法 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些课程我都蛮认同的 那可是他有两种 两种思考模式 一个是他今天所训练出来的 可以真正对应到职场上的职缺里面的需要 这个是刚刚前面所讲的那一段 那后面那一段就跟这个降低失业率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他不是不需要的 现在很多人他也是可能在精神上需要帮忙 需要输压的 可是这个跟降低失业率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他仍然有市场的需求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两段都是同意的 只是我觉得他只有一段是跟失业率有关 也就是有关系 那我们在市场的 这段是